选择不同生物抵抗灾难 铁盔磊怕水 莫以人躲不开岩浆 MC和迷你生物躲避灾难哪家强 欢迎来到抵御灾难系列 这一次我们将MC生物和迷你生物放在一起 看看他俩谁家的生物抵御灾难更生一成 先把DG信库里上去继续给大伙展示啊 嗨 命苦的天神打工人呀 可以看到这里的血厢高大六种 以迷你世界和MC出色的生物特色 应对什么灾难都是非常简单的啦 喂喂喂 表姐你别介绍啦 岩浆都到我头顶上了 快给我选个MC的猎业人抵御灾难呀 啊 没想到第一个灾难来得这么快 小表弟就是让我选墨影人 奇怪 小表弟就是要变成墨影人直接闪现躲避岩浆吗 果然思路过期盼 那我就满足你吧 我去 表姐你的都不用可以捐掉 我要变的是猎业人啊 好吧 多管你说话不但扩音器 所以是你了不 果然不怕神一样的灾难 就怕猪一样的表姐 这一次是最简单的水灾难 无论表姐选什么生物 只要我浮上来就OK啦 小表弟这么自信 看来这次领域灾难 小表弟狗大都难呀 那我就随便想个MC的铁傀儡吗 别啊 表姐 你不知道铁傀儡遇到水会动弹不得吗 这样我还怎么游上去呼吸空气 啊 不是随便就行吗 唉 怪我那MC生物不够了解 我赢的局都能被表姐整书 了解你真是天生客我的存在 这次必须听我选生物 你看你又急 谁知道铁傀儡这么强的存在 居然被杀虫移用碳水 来 抱歉 这一次我一定让你躲避成功 来了啦 弟 好啊 这次的在那是MC的骷髅收手 我突然有一个想法 让表弟变成迷你的骷髅 和铁傀儡的MC一决高下 嘿嘿 来吧 借鉴还是超越 让我们既分高低也就生死 啊 还真是换汤不换药的同门师兄弟啊 刚刚纯属是我失误 都是一个师傅教的 错不了招啊 怎么还通过预计啊 我一定是小表弟太拉了 所以变成骷髅收手更差一些 咱们跳过跳过 少了来MC骷髅射手一下 不然绝对拿下了 得了得了 先被地理别吹去了 这一次是地面火焰灾难 刚刚的银交选择猎艳人 未必是个招聚答案 因为在MC中 只有赤兔兽才能免疫银交 而猎艳人的作用应该是抵御火焰 哎 还真能抵御火焰 这猎艳人还挺强啊 话说 咱们迷你世界 有生物能抵御火焰吗 这个答案就来给小伙伴们解答吧 咱们接着看最后一个灾难是什么吧 我的妈呀 怎么最后一个灾难是MC玩家史蒂夫啊 要知道这可是MC最强的存在 了解 快告诉我怎么办 表弟莫慌 MC最强玩家有史蒂夫 我们迷你世界也有最强生物虚空幻影 靠我帮你变成虚空幻影 直接来一场世界大战 哈 我 我 现在也是好阴着头皮散了 强大的虚空幻影 请赐予我毁天灭地的力量 你赐予 莫辜负 看我一个野蛮冲撞 哪来的小伙 看到我史蒂夫还敢冲上来送死 呃 呃 什么叫黑草 哎呦 真是丢脸丢到家了呀 体育三万结束 你们说要遇到史蒂夫 你们应该怎么办呢 然后再作出指甲 拳 therapists 现在词约 是 好像 感谢观看